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就是色彩大师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历险记第159集 想看前面1到158集的小伙伴 可以先关注阿阳 点击主页往前翻一翻就能找到了 哇 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的小家园从这儿看上去还真的是漂亮 最近一直在忙 难道有机会闲下来看看风景 既然暂时还没有对付墨影龙的装备 那就休息一下 过段时间再去冒险 不过像小夜这样的就闲不住了 不知道又上哪玩去了 诶 我那儿中的可口豆都熟了 好像还有亮度会发光 远处看上去好漂亮啊 回去靠近看一看 嘿 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灯笼一样 真的是起庆 要是颜色再红一点就好了 哦 对了 我记得可口豆其中的一个作用 就是用来染色 去拿一个来试试 就用羊来试试看吧 嘿 还真的可以把羊给染成棕色的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把我的羊全部染成不同的颜色 那让我先查一查 MC里面一共有多少种颜色的染料 嗯 MC里面一共有16种不同颜色的染料 每种染料都可以对羊进行染色 走 那先去地下室看一看我有哪些染料吧 甜菜根可以制成玫瑰红颜色的染料 咖啡豆可以染成棕色 其他的我再看一看 仙人掌可以变成仙人掌绿 哎 不过怎么把仙人掌变成染料呢 不能在工作台制作呀 哎 算了 先看看别的吧 章鱼钓墨囊可以用来染黑色 仓库里也好像没有其他的了 不过啊 大多数的染料都是用花给做成的 走 去花园里面采些花吧 这个是蒲公英黄 哎 橙色是用蒲公英黄和玫瑰红合成的 蓝花可以制成淡蓝色的染料 哎 那顺便把橙色也给合成了 这个白色的小花可以变成淡灰色的 牡丹就是小叶最喜欢的粉色 不过这边只有几种颜色而已 还有其他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呀 叮 我已经查到了 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 原来仙人掌去炉子里面烧制一下 就会变成染料了 哦 原来还有其他的颜色 都是靠这些合成的 青色染料用仙人掌和青金石 灰色是胡粉和墨囊 看来要获取这些颜色 这不是很难嘛 我还以为可能要出一趟远门 去找其他的颜色的小花才行 再去拿一些材料就可以了 紫色用玫瑰红和青金石 品红色是在紫色的基础上 加上胡粉 再把仙人掌烧制好 就可以把所有其他的颜色 给合成出来了 等一会儿就可以去捣过我的羊咯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跟其他颜色的小花才行 没有人掌烧制好 没有人掌烧制好 完整的小花才行 可以捣出了一个小花才行 就会把人掌烧制好